大家好 曾国藩提出过一个观点 早年经不得顺静 中年经不得闲静 晚年经不得逆静 年轻的时候最好不要过得太顺 不然就会自大自傲 容易碰钉子 中年的时候最好不要过得太闲 不然就会虚度时光 赚不到钱财 晚年的时候最好不要身处逆境 不然就会晚景不安 余生皆孤苦 对于普通人来说 年轻的时候还有选择的机会 哪怕碰的钉子也能够撑过逆境 等待苦尽甘来的那一天 中年的时候选择的机会变少了 一步错就会步步错 到了晚年没有任何试错的机会 任何错误的选择都会毁了晚年 今天读的这篇文章说 中老年人要想体面的养老 就需要提前做好这几个准备 准备一 劳逸结合 避免投资身体 在任何的年代 医疗资源都是昂贵的 安稳和贫穷之间 只隔着一张病床的距离 人若健康 身体没病没痛 那就可以省下一笔巨额的医药费 反之身体有病有痛 那就有可能掏空家底 明知道身体重要 可为什么怂有人不保重身体呢 因为心存侥幸 一个中年人为了赚钱就会投资身体 在他看来 我现在身强体壮 哪怕投资了也没问题 带着这种观念去做人 总有一天会透支自己的寿命 正如曾世强教授所言 明明这人可以活90岁 可他三天的事 用一天就完成了 活了30岁就不太好了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有限度的 超过了这个限度 人是要崩溃的 一旦崩溃 不仅会祸及自己 还会祸及家人 一人生病 全家返平的事儿 在今时今日 那是屡见不鲜 好好保重身体 做到劳逸结合 才是长久之道 准备二 不要为了子女而负债累累 为了孩子可以顺利结婚生子 无数父母都会掏空棺材本 帮孩子给了房子的首付 所谓六个钱包买房便是如此 将老人的钱财透支干净 去给子孙后代买房 让子孙后代成为房奴 我一直认为 一个家庭掏空六个钱包去买房 这是特别糊涂的选择 首先 掏空了棺材本 要是家中有人生病 连去看病都没钱 不就只能等死了吗 其次 老人失去了全部存款 而孩子也背负了债务 孩子也没有能力赡养老人 那老人该如何养老呢 第三 为了不确定的房子 婚姻而走向贫穷 这不仅是老人的悲剧 还是年轻孩子的悲剧 这是一个全民负债的年代 注定时代的车轮会将一部分人碾压 谁能保证自己就不是被碾压的那一个呢 人老了还是活得保守一点比较好 至于说负债累累 还是算了吧 无债才是福啊 准备三 不要提前分家产 避免被拿捏 很多老人都抱怨 上了一定的年纪 给孩子分了家产 自己就越活越卑微了 没有分家产之前 子女还会尊重父母 对父母特别伤心 分了家产之后 子女就有可能不尊重父母 对于父母的态度特别恶劣 所谓有钱有酒真兄弟 患难何曾见义人 就是这个道理 有钱有事 不论是亲人还是外人 都会尊重我们 没钱没事 不论是亲人还是外人都会看不起我们 可见 人性都是欺软怕硬的 对此 你肯定会疑惑 子女也会对父母欺软怕硬吗 答案很残酷 确实如此 试问 你有两个孩子 一个孩子赚到钱 另外一个孩子贫穷 那你会更偏心那个孩子呢 肯定是更偏心那个赚到钱的孩子 人同此心 父母是这样想的 孩子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说尽量不要过早分家产 不然就容易活得卑微 需要看子女的脸色做人 准备四 保持头脑清醒 避免被人割韭菜 一谈到保健品 我们第一时间会想到 无数的老人都被保健品割韭菜 年轻人不喜欢保健品 中年人也对保健品不感兴趣 为什么老年人对保健品感兴趣呢 人上了年纪就会对死这件事 产生畏惧的心理 一旦畏惧就会犯糊涂 而被人钻了空子 收割了韭菜 保健品如此 其他的问题也是如此 生活的套路越来越多 而老年人跟不上时代 就容易被各种套路狂骗 有的老人被忽悠 买了一大堆毫无价值 甚至有害的保健品 有的老人被忽悠 用极高的价格 买了不值这个价钱的商品 跟不上时代的老年人 要想不被人收割 就需要保持头脑的清醒 上天不会掉馅饼 好事不会无缘无故找上门 人情社会讲究的 都是肥水不流万人田 有好东西 别人早就吃干抹净了 怎么可能会便宜外人呢 好 刚才读了一篇文章 中老年人 要想体面的养老 就需要提前做好这几个准备 作者舒珊有路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